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次就讲讲俄罗斯的小弟 就是白俄罗斯 他们都被夹上了战车 究竟他们会不会出兵呢? 现在看来是会的 白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 到昨天为止 拒绝令缺乏真正实战经验的白俄罗斯军队 真的动手参战 但分析人士亦说 这位领导人 最后不敢违抗克利姆林宫的领导 不敢抗止 白俄罗斯领导人劳卡申科 允许俄罗斯部队从他们的国家进入乌克兰 并且修改宪法 为了允许一些军备可以部署在他的国家里面 记住是核 但有一件事是他现在拒绝的 究竟是否会真正主动出击呢? 论过 即是乌克兰 他曾经说过是不会介入的 也说不存在这种需要 不过现在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说有迹象就表明白俄罗斯军队 是准备参加这场战役 所以他们是暂停了往来白俄罗斯的列车服务 并且感谢白俄罗斯的铁路工人拒绝协助 温送俄罗斯的装备 乌克兰的参谋总长就说 白俄罗斯部队直接参与 这个俄罗斯出兵的一起做的话 其实是违背了普通士兵和绝大多数平民的意愿的 也警告努卡申科 不要犯下这个致命错误 他们也说白俄罗斯极有可能就从 玉伦州方向进攻 乌军已经是准备反击了 他未进攻你就说反击吗? 参谋部也承认 俄罗斯仍然可能是远程正确地打击我们 所以也希望 白俄罗斯的国内人士 不要帮俄罗斯 乌克兰当局 特别向白俄罗斯总统就说 如果白俄罗斯真的参与这场战争的话 是违背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是会犯下致命的错误的 当然现在他们 是准备出兵的话都是西方说的 都是西方说的 但我觉得最后也是会 因为你顶不住普京给你的压力 随着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加上乌克兰的军民 是激烈抵抗 令到很多地方停入了停滞 基库的官员就说 曾经在2021年 主要依靠克里姆林工支持 捱过一次大规模 反政权抗议的劳卡申科 很可能是没有办法 是永远的 他说永远没有办法拒绝出兵 又是他帮你顶住了国内的反对浪潮 如果战事短期之内结束 他就不用了 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不知道 其实他可能很希望 快点和谈 不要要我又要 冻一兵一桌也很大件事 你知道 一出兵的话 当然是银纸 现在白俄罗斯也是 很多东西被制裁 是 乌克兰最近指责 俄罗斯对白俄罗斯 发起 假期攻势 想把白俄罗斯拖入这场战事 即是夹上战车 上上星期尾 俄罗斯媒体已经 可能透过媒体放风 说白俄罗斯作为兄弟国家 是否应该帮忙呢 结果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 丹尼洛夫 他就说 俄罗斯现在 尽力说服着白俄罗斯的军人 是偽装成为 这个俄罗斯人进入乌克兰 他们非常希望 令到白俄罗斯士兵 着想俄罗斯 联邦的制服 但是这样又 肯不肯先 不过 不是到他说肯不肯 普京叫你 难道你不做吗 你靠他得政权 应该是保住政权 白俄罗斯就说 有关这些假期攻势的说法 纯粹是无稽之谈 而民调也表示 白俄罗斯人是强烈反对 本国军人是参与这场战事的 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就跟 西梅说 没有迹象表明 白俄罗斯现在是出动部队进入乌克兰 或者准备这样做的 但是随着这场战事进入第四周有多了 俄罗斯对援兵的需求日益 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美国官员就觉得 可能将来有变数 现在俄罗斯总共有6000名人士就是没有了 这是西方统计 继 3月2号 承认俄军有498人走了之后 其实俄罗斯是没有继续更新他们的数字的 不过普京大帝就说 我们已经有16000名 中东的志愿军为我们效力 为什么他要回应乌克兰呢 乌克兰就说有2万多名 我有1万多也不差 有人就说他这么说 是默认了军事上是遇到困难的 我又觉得不是 他说战军其实他就是说自己是 是叫做正统 有人帮我的意思 白俄罗斯的总统努卡申科 顶着俄罗斯要求他们 参与这场战事的压力 其实这个抗压能力是有限的 努卡申科都已经掌权 多久了 都已经很厉害 接近30年 没错 其实他以前就是 前苏联集体制之下 前集体农场的负责人 他就打算通过跟欧盟建立联系 来跟俄罗斯保持距离 维持一定的折治 但是 很不幸地 这个战略 在2020年就是 分崩离息 当时努卡申科就说自己赢了第6任的总理 引起 国内的巨大反 他的浪潮 他就下令 要 镇住这帮人 这帮反抗的民众 作为回应 细放是对他实施严厉的制裁 打击白俄罗斯的经济和关键行业 令到努卡申科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依赖俄罗斯的 政治 还有经济的 支持 你越制裁他就越贴得起 没错 你不如用其他有因 不过他又要保持权力 保持权力 他不肯放权 白俄罗斯参军的可能性 其实一切都是 看看普京是否 真是很用尽力要求 努卡申科 尤其是在 俄罗斯军队 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情况下 在目前的制裁之下 努卡申科 都是这么依赖俄罗斯的 所以 西方就觉得 努卡申科 是没有回选的余地 我也觉得没有 因为你 那么 吃人家的东西 不用还 老老叫你去就去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跟你说 努卡申科 虽然你有胡桑 我也不怕你 虽然他身材 比普京灰晤 对 跟 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相比 其实 原来白俄罗斯的军队规模很小 只有45,000人 基本上没什么实战经验 但是 现在俄罗斯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损失 所以出动白俄罗斯军队 可能就是 克里姆林宫的一张牌 就是撑着撑着 看着乌克兰 叫他撑着 俄罗斯方面是需要人力 所以他们已经找了几千名车神人 现在他们 在 在谈判当中 亦都说 可能 敘利亚都会找人来 因为当时他帮过巴塞尔政权 记不记得 特别在城市的 这个 进攻阶段 你是需要大量人力的 但是你可能会有人力 甚至 是很多人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白俄罗斯人会不行的 很快就 都会想起他们 有机会会这样 是的 只有四万五千人都很少 所以俄方 虽然暂时 真的没有 正式官方的 白俄罗斯 你帮一下 但他们的报纸已经吹风了 所以用白俄罗斯人 就找你们填补这个人口的缺口 俄罗斯报纸说 这个实际上是很合逻辑的 这就不妙了 其他人对白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和这个国家和乌克兰的作战的积极性 都很怀疑 好像 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的 前相交 现在是担任华盛顿智库 就叫做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的哥哥就叫做Kensian 他就说 这个肯定是不会决定性的 即是说 就算 白俄罗斯军队 他们的作战能力 和人们不愿意去 但这个也不是决定他们去不去的 唯一决定的是哪个 就是普京 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他们 够不够胆向普京说不 但我觉得当然不敢 而且他就说 现在对于缺乏经验的这群白俄罗斯军人 是十分高风险的 如果出去乌克兰 但是 你说他们是指责的 又不是 因为他们 是狠乌克兰 所以有些人很熟悉当地 不出奇 有地理上的优势 当然俄罗斯也有很多地方 和乌克兰接洋 如果白俄罗斯军队参与这个战事 乌克兰就会关闭他们西边的边界 那就影响很大 因为这个就是盟国向乌克兰提供装备的主要 的运输路线 如果是这样 应该 普京大帝都会 小不免会叫你动手 这个白俄罗斯 我觉得会 反正我的权 就是很大的 而且我的权大到 令到你都可以巩固政权的 劳卡申科 所以你要动手 关闭这条路线 因为边界很长 所以 是很艰巨的 目前来说不可能 最大问题 并不是白俄罗斯 参与这场战事 有多少 公众支持 而是劳卡申科 究竟在普京面前 可不可以游说他 因为 大家都知道劳卡申科 其实 好听点说就叫做小弟 是不是好听点说 貌似也有点快捋 那么惨 OK 不如这样 如果他真是快捋 这样白俄罗斯军队 就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军队的一部分 但很少了 四万多人 他肯不肯 傾全国之力 就说他真是不肯 另外 我们知道白俄罗斯 没什么多 就是这个化肥很多 如果 当然现在西方又制裁 其实白俄罗斯 的经济实力 当然是比 这个 俄罗斯差得多 自从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局势那么紧张 应该 白俄罗斯 都是有点害怕的 所以 白俄罗斯 都是 动作很频繁的 首先 就是和俄罗斯 发动联合的军演 其实 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前 白俄罗斯 都是很怕要真的投入在乌克兰的战事当中 同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在1991年 在 苏联解体之后 白俄罗斯 就和乌克兰走上一条 不同的道路 其实 白俄罗斯 和俄乌 都是有 外恨情仇 白俄罗斯这个国家人口又不算很多 拥有940万人口 位于东欧来陆 东部 和北部 就和俄罗斯 连接 南部 就是和乌克兰 连接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乌克兰 有共同的祖先 就是东斯拉夫人 并且 同属一个国家 就是 基庫罗斯 直到十二世纪中 蒙古人就入侵 基庫罗斯 只有白俄罗斯地区 是逃过 被蒙古人 叫做 蒸佛 但是 就在后来 纷纷遭到立陶宛 还有 就是 波兰 和俄罗斯的吞并 1917年 沙皇政权就遭到推翻 白俄罗斯的工农兵代表 虽然同意加盟苏联 但是要求 白俄罗斯 人民 苏维埃共和国 要成立 虽然 国家成立 但是 是未 真是拥有个完整的主权 直到1991年 苏联解体之后 白俄罗斯 乌克兰 脱离了苏联 才是 正式的 有个独立的主权 白俄罗斯也是宣布独立 现在的 白俄罗斯总统 阿里山大努卡申科 自从1994年 就以一个亲民 干练的形象 是得到人民支持 但是做了这么久 已经划掉了 至今已经连任六届 自从 苏联解体之后 很多东欧国家 纷纷加入北大西洋 工业组织 很多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 因为被纳入北弱体系 就说会丧失自主权 就觉得我们要觉醒 不可以加入 同时 白俄罗斯的工业 也相当依赖苏联 支持 当然 后来就是依赖 俄罗斯 所以 卢卡申科在任内 大举推行亲俄政策 并且 在1996年 和俄罗斯签订了 俄伯 共同体条约 就强调两个国家 政治经济 军事 各个领域 应该有一个 一体化的行动 之后 白俄罗斯更加和俄罗斯 在1999年 就签署 关于建立 俄伯联盟国家条约 提出两个国家 在 政治 经济 军事 货币 人民 等等方面 应该是逐步统一 所以现在 白俄罗斯 就这么依赖 这个俄罗斯 但是我们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的西面 是亲西方 并且想加入 北弱 乌克兰很多人是信仰天主教 和白俄罗斯信仰的东正教 其实都是有区别 2004年 乌克兰就有 这个橙色革命 亲欧政府上台 西方就逐渐这样 迫近俄罗斯的家门口 所以白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来说 战略地位是提升了很多 在经济上 白俄罗斯相当依赖俄罗斯 为了巩固 白俄罗斯的亲俄条件 俄罗斯 输往白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 哇 原来只是各个国家的五分之一 抵 很多白俄罗斯的农产品 就送到俄罗斯 令到白俄罗斯在2000年到2008年 期间 的经济增长 是大幅上了上海 2020年 人均GDP 亦都以 6411 211美金 是领先乌克兰的3726美金 不过 自从2014年俄罗斯陷入了 石油价格 叫做 大跌之下 当然 你敢依赖俄罗斯 白俄罗斯经济都受到重创 同年 就有 克里米亚的事件 努卡申科 当时 是选择站在 乌克兰那边 令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双方降到冰点 不过 白俄罗斯在2020年 刚才我们说了 总统大选 面临 选放告急的努卡申科 更加是 撕毁 两个国家经济的合作 就说普京想吞并白俄罗斯 不断向西方示好 就打算 找到一些 亲欧的白俄罗斯人的选票 但是努卡申科连任之后 欧洲的国家 就 相计不承认努卡申科胜选 甚至 就是意图扶植白俄罗斯 发动其他的 民主事件 所谓的民主事件 引号 就令到努卡申科 哎呀你搞我 那我就要亲我了 再次向 普京是亲 近年来 其实 努卡申科的 治国的手段都是很强硬的 所以在国内外 有一些反对的声浪 为了获得 普京大帝的支持 努卡申科 在乌克兰议题上 不断地提供协助 俄乌 冲突爆发之前 刚才也说过 其实白俄罗斯 跟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 就不断从东北南三方 去 给压力给乌克兰 白俄罗斯甚至说过 如果面临外部势力威胁时 境内部署的这些核的东西 可以用了 白俄罗斯亦都在2月28号 以 62.5%的支持率 是 收宪通过放弃国家的非核地位 但是这些 是不是真的 民意呢 恐怕 其实我觉得 不是真正民意 为什么呢 你放一些核在你国家 而且是 动武的 有什么你波及到自己的 当然你可以不同意我 但是我觉得 努卡申科 也是一个快乐 所以白俄罗斯 特殊地理位置 令到乌克兰相当的忌諱 现在 当然 白俄罗斯总统就说 我们都没有出兵的意愿 但是不是你说的 哪有那么容易 你说不出就不出 普京大帝 叫你出你就出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 原来就 说 俄罗斯代表 将会在白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戈梅里 就和乌克兰谈判 不过 遭到乌克兰总统反对 因为觉得 你白俄罗斯 根本就是俄罗斯的地头 直到 后续才同意谈判地点 在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的地方 就是普里皮亚 贵河地区 当然 现在白俄罗斯 其实我想努卡申科都觉得 不好了吧 又找到我们来搞 我们兵又少 经济能力 现在又差了那么多 因为一出兵就意味着花很多钱 不过对那句 总是要还的 他帮你拿了政权 巩固了政权 你始终要还给他 出来走一定要还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